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骑是今天6月5号进行的新锐战决赛 由黑方福冈航太郎对战白方王星浩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骑2连星,白骑新小木 之后黑骑.33定型 之后白骑飞,黑骑2路托 那白骑搬下去的话,黑骑顶完之后冲断就形成米刀定势 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 实战白骑长一个是比较简明的下法 黑骑再往前挺投 实际上也就相当于白骑长,黑骑往二路飞 白骑小尖,然后黑骑再往前长 还原成这个变化 然后白骑弹弓跳,手脚,黑骑也手脚 那下方这个拆边就是一个绝好脸 实战白骑拆,黑骑往左边分头 白骑逼住,左下这个模样形成两翼张开 接下来黑骑拆,白骑飞出,然后黑骑二路立 这样的话,黑骑的角控全部围住 而且左边露着风,随时可以跳回 接下来白骑点33,在右上又走了一个定式 白骑获得先手 这个地方,因为左上角这一块还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白骑也可以继续在这里定型 点完之后靠压就是一套组合拳 这样的话起到这个接应的作用 同时左下方的模样也可以继续扩张 实战白骑挂脚 然后黑骑往上飞 这样黑骑右边的模样也形成了 然后还瞄着上方这个三路飞压 把白骑的位置压低 接下来白骑左边阵头 先把这里的骑形走得舒展一点 黑骑跳,白骑打入 之后黑骑也没有选择夹击 可能是觉得白骑接下来点33 价值也很大 所以说黑骑手脚 白骑二路落一个,黑骑补骑 右边因为白骑这里也可以做根据地 所以说暂时不用担心 白骑可以回到左边跳一个 这样的话白骑的模样就更加立体了 实战白骑拆一 这手骑下的非常稳 接下来黑骑往三路点掏空 白骑贴住 黑骑往旁边碰一个 之后白骑长 黑骑在这里的手段也非常多 比方说直接往外飞 白骑左边搬过的话 那这里的空白骑已经被压缩了 接下来黑骑还可以往右边肩冲 白骑下方的空也被黑骑压缩了 这样下黑骑还可以 实战黑骑二路搬斩 然后往二路夹一个 白骑一路搬足度 黑骑再飞 那黑骑就变重了 接下来白骑冲 同时瞄着上方这里还有这个冲断 黑骑现在也不可能去补 补的话 这块骑本身就没有眼位 跑出来也会越走越重 而且左上角这里 如果说白骑以后冲断的话 黑骑左边这块也不活 所以说接下来黑骑还是考虑弃子 先往脚上点 搬住 这个地方黑骑就是希望把白骑全部包进去 当然黑骑外面的断点也是非常多 白骑现在切断的话完全可以 只不过以后黑骑打持贴住 会多两个先手 不过这个对于白骑来讲影响并不大 反而黑骑外面还有断点要补 实战白骑选择单瞻 就是想让黑骑少一些借用 然后黑骑还是飞风 白骑先往脚上长 交换一手 然后左边搬出 这样的话白骑左边虽然说在二度 但是白骑也不怕 上面冲可以连回 然后左下方这里还有冲断 接下来黑骑挡住 白骑虎一个 破坏黑骑的骑形 这里黑骑挡住的话 白骑还是冲断 最终黑骑外面肯定要补骑 白骑可以考虑在上方小飞 把两块骑连回 实战黑骑单推 白骑还是冲断 然后黑骑沾补断 白骑往右下方小尖 那这个地方黑骑的角控 现在没有完全围住 那普通来说 黑骑会选择挤一个 然后再走其他地方 实战黑骑是直接打入 还是想反攻白骑 不过这个地方白骑并不怕 先往路甲 黑骑如果说立下来的话 白骑还可以挖斩 实战黑骑斩 那白骑度过 这样黑骑的角控已经被破坏了 接下来黑骑靠压 白骑顶完之后再搬过 黑骑斩 那之后也比较考验白骑如何补齐 这里白骑顶住或者说简单长一个都可以 那长的话目数稍微少一点 顶的话可以紧住黑骑气 不过实战黑骑断 白骑打持以后黑骑在下方就多了一些借用 接下来黑骑往右边飞不好 这手骑一看就非常缓 还是应该直接在上方动手 先把白骑的空压缩 让白骑原地苦活 关键是多了这一串交换 白骑往上方的联络就受到影响 接下来黑骑可以直接进攻 白骑脚上这一块 实战黑骑往右下飞一个 这个价值实在是有限 白骑完全可以脱先 往上方补一手 那黑骑就落空了 至于右边这块白骑 黑骑打入的话 白骑也不用担心 首先有这个二路拖 而且白骑往外靠出 也可以逃跑 所以说右边不用担心 但是实战白骑还是补了一手 先把右边安定 那黑骑还是可以走到上方这手飞压 接下来白骑做活 然后黑骑点过来 破坏白骑的眼位 黑骑走在这里 主要还是瞄着白骑联络上的问题 如果说白骑简单靠出的话 黑骑长一个 白骑外面要补断 这里虽然说白骑可以往上方联络 但是黑骑往旁边 吼一个 上面还是有冲断 然后左边这颗子要被黑骑断开 这个目数比较大 实战白骑是现在左边冲完之后断打 打持 把黑骑分断 然后黑骑先铺一个 长 白骑打持完之后 粘上 黑骑把这几颗子裂回 接下来白骑冲先手 扳住 黑骑粘 交换完这一串之后 白骑选择直接补断 然后黑骑长一个破眼 白骑粘 黑骑往上跨断 这个立方 白骑可以选择扳头 因为扳头的话 上面冲断 黑骑就被断开了 黑骑连回 白骑往中间飞 这样可能骑行更加舒展一点 实战白骑往前跳一个 那黑骑完全可以长 长的话再往中间大飞 这样唯控 因为上方这个冲断就不严厉了 黑骑这三颗子还可以往外逃跑 实战黑骑直接粘 白骑小飞 这个立方白骑下的都非常稳 白骑还有更狠的走法 就是往这儿靠住 然后再长一个 实战白骑飞 黑骑左边打持 白骑粘 然后黑骑往下顶住 这个地方 白骑就选择往二路猴一个 其实斑的话也行 斑的话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就是 以后黑骑二路爬 然后白骑往下方打持 黑骑外面有个断打 不过 黑骑直接动手的话 白骑也不怕 断开这颗子 黑骑这里肯定要补齐 补一手 中间的空还是没有围住 实战白骑就往二路猴一个 看上去比较委屈 但是以后可以往上方跳一个 掏空 接下来黑骑往右边点 实战白骑就并一个 在这儿 白骑走得非常扎实 比较狠一点就是往前跳 直接不让黑骑中间围空 实战白骑并一个 根据力更加扎实一点 然后黑骑往中间大飞 白骑就把上方大龙做活 黑骑小尖 白骑靠完之后 再往这儿靠住 这个地方黑骑还是有些保卫的 如果说黑骑敢搬住的话 这里肯定要出现问题 白骑挤一个先手 然后可以先在下方跳一个掏空 黑骑如果说左边不补的话 白骑有这个冲断 实战黑骑就 直接补掉了 那白骑挤完之后 黑骑站 这个地方黑骑往上打持 肯定是打持不到这一下 因为白骑可以反打 提掉 白骑的联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黑骑站白骑站 而且这样的话 黑骑想要杀白骑大龙 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地方黑骑点过来 白骑就往前藏一个 黑骑中间这块的联络 也存在问题 这样下黑骑很有可能会落空 实战黑骑沾 白骑尝一个 先确保这里的眼位 黑骑搬住 那接下来 黑骑唯一的希望就是 为中间的空 现在黑骑的实控 不太够 接下来白骑跳一个 黑骑往上贴住 当然黑骑直接往这点一个 破坏白骑的眼位也可以 这样的话 白骑拐出来 黑骑顺势 把这里包扎住 不过黑骑的空还是很难尾 首先下方这里的缺口没有补掉 右边这里也漏着风 实战黑骑贴住 白骑唯一个 如果说搬在这的话 黑骑可以点刺破眼 白骑唯一个 然后黑骑左边冲 这个地方黑骑也断不掉 现在右边唯控 白骑小间 黑骑二路托 白骑虎一个 黑骑连回 然后白骑沾上 做活 黑骑刺 白骑沾 这个都是黑骑的权利 然后再往上方长一个 白骑沾 黑骑先往下方二路飞 受控 白骑左边一路爬 先手 黑骑把这个道铺补掉 白骑右上挤一个先手 黑骑沾 然后白骑再回到右下方掏空 接下来 黑骑再往中间围空 不过这里的空 黑骑围的话 白骑在周围 还有通搜刮 比方说右边跨端 冲的话白骑断 那黑骑还有各种问题 实战 黑骑搬 白骑往上冲 黑骑贴住 白骑再长一个 接下来 黑骑连回上方这两颗子 那白骑就原地做活 贴住 黑骑沾 补掉这里的挖段 白骑接下来 也可以往右边小尖 补一手 实战 白骑直接作业 黑骑打吃 白骑沾 这个时候肯定是 白骑优势的局面 黑骑的空还是不够 接下来 黑骑往下方掌一个 白骑如果说贴住的话 这里联络 有一点问题 黑骑可以往这挤一个 等白骑补断的时候 黑骑上方这里还可以切断 所以说实战 白骑虎在这补齐 黑骑点刺的时候 白骑就沾 这样的话 白骑全部联络 黑骑中间还要继续补 接下来就收关了 打持贴住 然后白骑往下方打持 把脚空围牢 黑骑点刺 白骑沾 黑骑往下贴住 白骑提完之后 往这连续冲 黑骑挡住 白骑往上拐住 黑骑一路猴一个先手 白骑做活 黑骑在下方 扳完之后冲 顶住 白骑沾 黑骑沾 接下来白骑往上方尝一个 这个地方 黑骑补齐的话 也是相当难受 直接挡住的话 看上去目数好一点 但这个骑型很差 气劲 白骑以后断完之后 右边打持先手 再往中间打 以后沾也是先手 黑骑还要继续补 所以说黑骑也并不便宜 实战黑骑就猴在这儿补 白骑往下方 一路搬战 接下来还有双打持 黑骑是先在右边打 然后白骑沾 黑骑提洁 因为白骑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所以说白骑就直接沾 打持沾上 黑骑贴住 接下来都是一些小关子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变数了 我们加快进城 最终走到白骑往下打持的时候 黑骑就认输了 那这盘骑也是相当的精彩 在左边这里的战斗之后 其实黑骑的收获非常有限 首先 左下角这里的空被白骑围住了 然后白骑左上大龙也安定 右边这里白骑也原地做活 黑骑不仅是右下角这里的空 被白骑掏掉了 然后黑骑想回到中间为空 但是白骑在周围 有一系列的搜刮 黑骑的收获非常有限 后半盘黑骑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机会 好 那这盘骑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